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 論當世,思來者,和大家一起誓說太史公, 史記, 扶以仁殉己, 用自己去控制人家, 即是己貴而仁賤,自己就尊貴, 人家就賤,你去洗人,就別人賤, 以己殉人, 用自己去服務人家,即是己賤而仁貴, 自己賤,而人家貴,別人洗到你的狗, 故信人者賤,給人家洗那個服務人家, 就是賤,而人所信者貴, 而給人家服務那個就是貴,你坐在那裡不用做了, 自古及今未有不言者也, 由古代到現在這個原理都是一樣,凡古之所謂尊賤者, 古代為什麼要尊重賤者呢,因為他貴,為其貴也, 所以他不應該這麼辛苦去做事, 而其所謂互不肖者,為什麼不喜歡那些不肖的人, 為其賤也不肖的人,自然就變成賤人, 變成去做一些低等的服務行業, 變成去做洗碗碟,就是這樣, 而遙雨以身殉天下者也, 而遙和雨是用他自己的身體來服務天下, 因隨而尊之, 我們因為這樣而尊重遙和雨, 因為他有服務天下之心, 即亦失為尊賤之心意, 但是亦失了尊賤這種心態,尊賤這種心態, 因為賤是有好處的,是會被人服侍, 雖然他們為了天下服務,這個心理很高貴, 但是失了普遍道理,令人不尊賤, 因為原來尊賤,做事要這麼慘, 負可謂大貿易,其實是大錯, 因為天下就不想再用言, 遙之嚇,疾谷, 這些就是天下變成了一個包袱, 一個手撩腳腳, 不易而苦,講得很對, 而為什麼這樣呢,不能獨摘之過日, 因為不能將責任分給人,而監督下面去實行, 故韓子曰, 韓妃子怎麼說呢, 持夢有敗子, 一個很種子女的人, 結果就是種壞了子女, 你不能夠種子女, 而嚴加無格魯者, 何也, 一個管,家裡管得很嚴的人, 就不會有一個奴隸, 不斷拼嘴抵抗, 格魯者, 何也, 則能佛之家煙必也, 為什麼這個嚴的人, 那些工人就不敢反抗他呢,因為, 一定罰他犯錯, 家煙必也,能罰也是能夠罰他, 而那個罰,他一做錯事,一定罰, 故商君之法, 刑棄灰於道者, 商鞅的法律是怎麼樣呢, 你把灰燒完的東西, 把灰燒完的東西砍到道路上, 都要處刑, 扶器灰, 倒些灰出道路上, 煮完的東西, 碳灰,薄罪, 也是很小的罪, 而披刑,那些披刑就很嚴重, 可能是斬手斬腳, 為什麼倒些灰出道路上, 都要搞到斬手斬腳這麼嚴重, 重罰也是一個很重的刑罰, 因為商鞅認為, 比為明主為能, 深睹輕重罪, 因為一個厲害的人軍, 一定嚴厲地監督, 連輕罪都監督, 去看實的人, 扶罪輕而睹深, 他的罪很流行, 不是斬頭,監督很深, 隨地吐痰都斬手, 那些人就會想, 這麼大件事, 疑況有重罪苦, 如果我犯重罪還有命, 故民不敢犯也, 所以人民, 因為輕罪都重罰, 所以人民就不敢犯法, 這些當然是謀論到極, 如果你什麼都很重罪, 蕭伯納說, 如果偷珠寶, 是會判死刑的, 就怎麼樣呢, 他只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 發生的事, 那個偷了你的人就很小心, 你找回珠寶的可能性就很低, 因為一抓到他,他就判死刑, 第二,他偷你珠寶的時候, 你不幸運,回家見到他, 他一定想殺死你滅口, 因為反正都是死刑, 什麼都變了重罪, 是違反了法治的原理, 罪必當, 那個佛必當其罪, 罪一定有輕重, 如果沒有比例,什麼都很重, 結果會令人更加犯了重罪, 這是大陸出現的情況, 旭亞都判死刑, 打劫慈械會判死刑, 結果那個人慈械打劫, 一定殺死你滅口, 師姑韓子曰, 韓妃子講, 鮑伯尋常, 容仁不息, 放幾匹布在那裡, 很普通的布, 一個普通人是不會放棄, 都會偷了你,如果你放在街上, 溺金百日, 你放了一百日黃金在那裡, 道席不博, 全世界最大的大賊都不敢拿你, 為什麼, 為什麼, 非容仁之心重, 是不是容仁犯罪的心特別重, 不夠這個道席, 尋常之利心,那些尋常人恨錢恨得很厲害, 而道席之欲錢也, 而道席竟然不恨錢, 當然不可能,道席是出名的大賊, 又不以道席之行, 唯興百日之重也, 不會因為道席之行,而是不敢去做, 而是不去做百日這樣的重罪,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的刑罰是一定到那一刻, 以及不到那一刻,就產生這種方便, 就是說那個刑罰, 就是那個罪未必被人抓到, 或者抓到的機會好味, 於是就一個平庸的人, 一個普通的人, 都敢去偷報, 如果 你一犯法一定抓到, 而重判的那一刻, 就是連道席這樣的大賊, 有一百日黃金在引誘他,他都不敢拿, 博必隨手認, 如果博一定被抓到, 而一定被判刑, 就是道席不博百日, 道席也不會貪一百日黃金, 因為跟著就抓坐牢, 都享受不到錢,或者斬頭, 就是你的 抓不抓到, 以及是不是嫌罰的問題, 而罰不必行也, 於是儲罰就不用做了, 因為道席不敢博, 我舉個例子, 如果全世界都佈滿了閉路電視, 你做什麼都看到, 那些人不敢犯罪, 因為一定抓到, 一定抓到就沒有人敢犯罪, 為什麼有人敢犯罪, 因為博不能抓, 那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你犯罪一刻就會想到, 我被抓到的機會是多少, 即容人不惜尋常, 所以如果, 那個佛是不是一定不敢走, 未必一定走,那些普通人都敢犯罪, 事故城高五丈, 城牆只不過是五十尺高, 而劉貴不興凡也, 劉貴是一個爬山跳高很厲害的人, 他敢不敢去跳一個五十尺高的城牆呢, 喂, 跳不到上去, 一定會打下來, 因為城牆是直不甩的, 因為城牆是直不甩的, 泰山高百人, 泰山這麼高, 高過城牆很多, 而碧莊目其上, 碧莊是什麼, 是一個碧腳的牧羊人, 一個碧腳的牧羊人, 爬山跳高一定不夠劉貴, 為什麼他可以上了一個百人這麼高的泰山上面, 牧羊呢, 負劉貴也, 而難五丈之限, 五尺這麼高, 五十尺這麼高,劉貴這麼厲害, 就上不到, 起碧莊也,而百亦之高哉, 那碧莊為什麼能夠這樣上百人這麼高的泰山山頂上面, 肖像吾之勢意也, 就是因為那個斜度的不同, 如果是慢慢上一百人, 那些都能走上去, 如果是直不甩的, 就那個世界跳高, 撐桿跳冠軍那個都不能上去, 他用來爬什麼呢, 就是那些刑罰就應該好像城牆一樣, 一來, 斬頭, 個個都不敢試, 明主姓王之所以能九處尊位, 一個明主,一個姓王, 能夠長期享受他們的位置, 長執重勢, 他們能夠長期保留他們的勢力, 而獨善天下之利者, 一個人享受天下的利益, 非有二度也, 不是有第二個方法的, 能獨斷, 不要聽人講,一個人說是獨斷, 而審督察, 而將那些責任交給下面, 嚴禮監督, 再加上必心罰, 罰得很重, 故天下不敢犯也, 天下沒有人敢犯, 自己個人拿主意, 其他人完全沒有權, 然後將責任交給人, 以後犯了錯, 就去寵罰, 沒有人敢跟你作對, 沒有人敢不聽你說的, 金不務所以不犯, 現在你不是不去做, 一些事情令到下面不敢來犯上, 而是慈母之所以敗之, 而縱容你的手下, 縱容人民, 就好像一個慈母, 養出一些敗家仔一樣, 即亦不察於聖人之倫儀, 亦沒有學會聖人的理論, 乎不能行聖人之術, 如果不能行聖人之術, 他講的聖人是身不害韓非, 他的聖人就是, 即捨為天下, 亦何時在, 變了你自己為天下服役, 有什麼用呢, 可不哀哉, 是不是很悲哀呢, 且乎, 檢截仁義之人立於朝, 只要找一些, 慳有品行和仁義的人, 在朝廷上面, 則荒刺之樂絕而, 那些荒淫的, 享受就會停止, 間說論理之神, 文於則, 那些經常用中間講道理的人, 在你旁邊, 即流慢之志絕而, 那些萬無編制亂說話的人, 就停止, 烈士死節之幸顯於世, 那些忠烈死節的人, 如果能夠表彰他們的行為, 即淫康之餘廢義, 即是那些, 不哲裂和淫是相對, 即是說不守品行的人, 放縱自己的品行, 不守哲義, 不做忠臣的人, 那些人就完全會被廢止, 三樣東西, 明主能愛此三者, 如果你不, 其實他也是在建議這個, 秦義勢用這些人, 第一, 就是把責任分給人, 然後用一些檢截仁義的人, 用一些間說倫理的人, 用一些烈士死節的人, 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實, 除了用這三樣東西之外, 人主就用獨操主術, 人軍的權術, 以制聽從之實, 制服那些聽你說話, 控制那些聽你說話的人神, 而修其明法, 於是作出一些規定出來, 一些法例出來, 是很明確的, 大家不會懷疑的, 故身尊而誓眾也, 所以自己就很尊貴, 而勢力是沒有人能夠不尊重, 凡賢主者, 一個聰明的人軍, 必將能佛世磨俗, 是不管世俗的意見是怎樣, 佛世, 是違反世俗的意見, 因為世俗的意見可能是錯的, 磨俗, 是控制那些世俗的想法是怎樣, 而廢其所欲, 將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全世界都不准做, 立其所欲, 自己喜歡的東西, 全世界跟著你做, 人主控制全世界, 根據自己的判斷, 去做那些事情, 要個世俗, 要個社會跟隨你, 故身則有尊重之勢, 生的時候, 地位就很高, 死則有延明之勢, 死了, 那些人就會用一個讚揚他的事法, 去讚揚他, 是以明軍獨斷, 一個延明的軍臣, 最後的事情是一個人決定, 自己決定, 故權不在臣也, 不可以給人民的權力, 然後能滅仁義之徒, 然後能夠消滅了那些, 猛勸你講仁義的人, 這個講儒家的人, 滅了仁義的途徑, 因為他們說要對人口一點, 這些是違反了這個法家的講法, 掩持說之口, 掩蓋了那些, 周圍又講這個, 又講那個, 那樣搖擺你意志的人, 困裂事之行, 困裂事之行, 不會讓人來頂住你, 有些人是截裂, 而是違反你的意思, 失聰掩命, 不准那些人, 扮好, 提很多意見, 內讀視聽, 一個人自己, 作出這個判斷, 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 外面不能夠用仁義烈士這些行為, 每次來勸奸你, 而內不可奪以間說紛爭之變, 不是天天開會就天天在那裡吵, 又說你這樣不對, 又說你這樣不對, 你都拗來拗去, 這個, 這一套其實完全教他做一個, 絕對的獨裁者, 人主獨斷了一切, 一切所有權力在身, 然後嚴厲監督下面的人, 首先要講, 人主的判斷要對才行, 人主判斷錯起來, 這次怎麼辦呢, 觀能樂言獨行, 自追之心,而莫之敢逆, 樂言獨行, 一個人走自己的路, 孤身上的路, 自追, 放自己有什麼志向, 就放眾自己去實行, 而莫之敢逆, 沒有人敢違背他, 若子後可謂能明身汗之術, 這樣就是真正發揚光大了身不害, 韓妃子的學問, 而修商君之法, 也是實現了商君主張的法治, 法修術明, 如果法律修正, 這些學術是明白去執行的話, 而天下亂,天下會不會亂呢, 未知文也, 我沒聽過這樣天下會亂, 故若王道若而易操也, 其實所以人家說, 王道是很簡單的, 幾條, 是很容易控制的, 你知道就是這樣做過去就可以了, 為明主能行之, 只有一個聰明的人才能夠做明主, 若子為督督之成, 一定監督, 盡力去監督手下, 即是神無邪, 那些人神就不敢有邪心, 去責罰那些人神, 神無邪則天下安, 如果人神不敢有異心,天下一定安定, 天下安則主嚴尊, 天下安定, 人軍不是很有地位, 主嚴尊就是監督必, 主地位很高, 就可以責罰下面的人要他們去盡責, 監督必, 即所求得, 如果你能夠監督到下面的人, 於是你想追求的東西就得到, 所求得,即是國家富, 你所追求的東西得到國家, 就會實行到你的願望,國家就有錢, 國家富,即君樂風, 而且人軍就可以享受最奢侈的東西, 國家有錢就, 故督習之術切, 這種分責任而去監督下面的臣子去實行, 嚴厲,監督實行的方法實行了, 即所欲無不得已, 所要的東西無一樣得不到, 群臣百姓救過不及, 群臣百姓很怕做錯事, 去補救都趕不及, 何變之錦徒, 哪有時間想, 作反, 若此如果這樣做,即是帝道備, 那就是一個帝道最高級的境界, 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 也就是明了君臣之術, 應該是怎樣, 雖身汗復生,不能加也, 就算身不害, 汗妃子復生於今日, 也沒有東西可以再加下去, 好,這節到這裡,